我們已經看了欣賞的女雙以及男雙的冠軍決戰 接下來呢我們要為大家送上的是女子單打和男子單打的比賽 這兩場比賽將由我楊波志以及球評黃偉進一為大家一起帶來轉播的服務 球評晚安 主播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在今天保加利亞公開賽的這個決賽業其實堪稱是日本之業 因為在四場的決賽當中都有日本選手參賽 在剛剛稍早的比賽當中女雙最後是由石川家純跟伊藤美成 打敗了這個瀋亞利跟瑞典的組合拿下了冠軍 而在男子雙打的部分雖然這個極春真晴跟上田仁是被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印度阿三 嚇出一聲冷汗 嚇出一聲冷汗 不過還好在經過五局的大戰之後呢還是以3比2阿 收下了這個日本隊在今年保加利亞公開賽的第二面的金牌 那接下來要為大家來看到的是女子單打的冠軍的決賽 那其實對手還是就是日本內戰 因為在今年的保加利亞公開賽當中日本是派出了人海戰術31名的選手 比地主國保加利亞還多 保加利亞因為在自己家裡27名選手參賽不為過 不過也拜今年這個中國大陸在舉行全英會之次喔 所以日本隊的人海戰術現在是非常的奏效 這個不誇張的說在女子單打的16強的籤表裡面 已經清一色沒有別的國家的選手了 16名選手都是日本女子桌球的選手 所以相對來說其實在打完第二輪金牌就已經知道是日本人 那中華隊這次也因為在世大運考量世大運的關係 所以這次開出去參賽的選手 年紀也是新生代的選手 那當然在這種等級的公開賽當中就是磨練精練的時候 來看看國際賽 那現在畫面當中呢就是今年希望能夠在保加利亞公開賽當中尋求 單打雙打兩金入袋的日本前一節十三加純 為什麼說錯那錢啊 是因為我原本在福元愛退役之後 他是日本的一節 不過在近期的世界排名當中已經被小老妹 冰野妹給超車了 現在畫面當中則是伊藤美成 這個也是日本這個新世代的Z世代的好手伊藤美成 跟看到這一批的日本女將真的對2020東京奧運 實在是敢展現出他們的必勝決心 真的是蠻強大奧運 其實這一批這個伊藤美成跟這個平野美宇 從大概2011年2012年就開始在培養 所以這整個培養其實很長 那當然他們的這個實力的展現 也是相當的反映在了世界排名上 以及各個大賽的比賽 所以可以說這整個計畫來說是奏效的 那對於2020東京奧運 這個也是他們勢在必得至少要奪 不敢說奪金啦 但是最少要在家鄉面前奪牌喔 這是一個蠻長期的一個投資喔 不過看起來這個現在這兩位天才少女 真的是給日本蠻大的一個希望喔 對 當然現在有新生代的好手 相對來講石川家純這個躍身成為老大姐 她的責任也很重大 所以我們剛剛在稍早女子雙檔的比賽當中 我們也看到她 因為在這個換血之後呢 她的固定搭檔其實是平野美宇 所以她們還是收穫了女子雙打的金牌 同時呢這一面女雙的金牌 也是石川家純在今年2017年的公開賽 這個ITTF的系列當中的第一面的金牌 當然她今年在試頂賽的時候 也拿下了混雙的金牌 這一面的含金量不是最高的 但是相對來講對搶積分來說 特別現在中國大軍不在 對 這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蠻好的時間點喔 搶分更待何時 對 當然也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哎呀這種內戰戲嗎 其實沒什麼好看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是不是對於這種內戰組合 其實她才沒有管這種什麼 這沒有啦 輪理智啊或者是 這個其實日本隊或者是 他們在這個部分體現其實相當的成熟 在場上大家就是爭刀爭槍啦 那當然場下的這個前輩與後輩的關係 其實是保持的蠻好的喔 所以今天應該是不會有出現的 這個考量啊 應該我想也是真刀真槍的 對 因為伊藤美成在今年 確實他也還沒有這個 任何的冠軍的進帳 最好的是在亞錦賽的時候的混雙 是這個銀牌做收 所以也希望能夠既然在搶底已經不見的情況下 是能夠來幫自己來爭取比較好的成績 當然在今天在這個前四輪的比賽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 那十川加純在四強的比賽當中 是打敗了自己的同胞好手加藤美優 比數是4比2 在八強的時候呢 同樣也是自己的選手 莎莎明日香比數是4比0 那16強的時候是 擊敗了還是自己的國家的好手 三元每月那比數是4比0 至於在第一輪的比賽當中 是打敗的是捷克的選手 比數是4比1 那當然這次看到日本隊拍出來的選手 這個世界排名最高啊 最低啦 最高當然就是現在是十川加純的棋 最低大概到100多200多 所以他們練兵的意味也很滿重 特別在新世代的選手 他們也要來尋找搭配 那這個是剛剛十川加純的 在前面的四輪的比賽 那伊藤美成在32強一開始 第一輪的時候是打敗波士尼亞的選手 比數4比0 在16強開始也都是遇到自己的同胞選手了 16強賽碰上的是知田沙季 比數4比2 8強賽的時候碰上的是森英守 比數4比0 而在4強賽的時候 對上的是喬本梵奈湘 這一位也是滿受到重視的 日本的新生代的女將 不過大家可能對他稍微陌生一點 但是以後中華隊再遇到他 還是值得在期待 那十川加純跟伊藤美成 兩個人過去的交手紀錄不多 那全部都有老大姐十川加純取勝 現在比賽正式開始 剛剛前面是搭檔 現在馬上翻臉不認 這個情況其實滿常見的 常常都是這樣子 畢竟兩位的世界排名都差不多 很容易在場上還是會碰得到 不管國內外都是 雖然國際上的紀錄不多 但我想國內的對戰紀錄一定也是常常有 所以不陌生 所以今天這場球看看誰的發揮比較好 當然就對練來講應該有機會碰到 不過如果真的以國際賽的正式賽場上的上一次的交手紀錄 已經要到去年的2016年 當時為了要搶這個 里悅奧運的亞洲區資格賽了 那時候 在東亞區的第一階段 十川加純是有贏球 但是比較大的關鍵在於伊藤美成是 已經受傷退賽 所以這是最近的一次 那在同年當然在德國公開賽的時候 也曾經有對戰過 當時還是十川加純獲勝 那再早當然就比較不可參考 2014年的比賽 那時候伊藤還小 所以這個參數設定上面不太一樣 沒錯 不過現在兩個人都是屬於成熟階段 對 差不多了兩個人 反正是10上下 所以實際上是滿接近的 但是這個十川的左手持牌 兩面平面會有一點點優勢 畢竟在旋轉的控制上面 可以對這個顆粒的選手 可以做比較多的程度的控制 但是就看伊藤能不能 在反手彈擊啊 或者是 環球這個部分 做比較兇的進攻 來取得一些分數 對 一講兇的進攻 他馬上就起大風 對 而且是進台的大壓 重壓 4比3 哇這個球想要改變線路 可惜沒有帶進 當然我們一般欣賞日本隊的比賽 他的進台的快板 甚至他的節奏 都是他們最為人盡盡樂道的 而且進行得相當快 其實你看這個場上的節奏 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隊的防守 一般普遍來說都是很嚴密 哇好球 史川兩面喔 中反手的銜接 就這個是主要的 他這個牽制伊藤的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畢竟伊藤的反手是顆粒喔 有時候被 在防守的時候你要做反拉 或者是基本上是比較困難的 這次是伊藤美城 已經腳步選了非常地貂磚 在史川家村還沒有完全回防的情況下 逮到了一個大空檔 對用壓的可以喔 這個球 就是伊藤美城在前台 用快壓的 用速度的壓制來給史川一些困難喔 哇好球 哇這個球踩錯步伐喔 對雖然對同樣的角度 角落的球已經有所防備了 不過反手的防守球 卻沒有辦法回到自己 腳步沒有踩到最終的那一步 有點誤判喔 這個球的回球弱點有點誤判 哇今天伊藤還是用 正手扣殺 來解決中路這個部分 當然因為自從服怨愛之後 大家都會覺得日本女孩子打球 是不是都要這樣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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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當然這也成為日本隊女選手的一個特色 包含像拼也梅雨其實也是這樣 打球的靈動性也好 相對來講史川家村就是屬於另外一種套路 另外一種打球的節奏 就比較穩定一點 是 如果我們用NBA的角度來講 他就是石佛啦 哈哈哈哈 他比較沒有那麼的跳躍性 不過他的沉穩度確實是日本隊裡面比較高的 沒錯 反手的相吃 你看這個時候 哇喲 差點出演大家 嗯 好球 這個Luckyball其實伊藤美城有反應過來了 不過在最後要戳回一個前台的小球的時候 旋轉掌握得不好 反倒是切忘了 不過剛剛這個回合就是這個 橫拍的選手就是兩面平面喔 對於這個顆粒來說是 可以帶給他們比較大的牽制力 因為兩面他可以製造出選擇 你牽制這個伊藤美城 齊川家村現在的反手是非常的得心應手啊 近可攻退可守 都做得非常的恰到好處 對所以就是這個環節是他 痾 牽制伊藤一個蠻重要的關鍵點啊 哇可惜 不疼不疼 這個時候 反手機會球沒把握住 對 這球其實難度沒有那麼的高 不過他的回擊的仰角是高了一點 不過兩個人真的沒在扭的啦 現在是8比8平手 就是一個長球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十川家村他的發球的旋轉度喔 他從五分之一台 對 落到台邊再切回到五分之一台 對 就主要這個球有下一點這個右側旋 所以這個球會旋轉過來 球會有點節奏上 這個線路上有時候會有點變 不過打太邊了 所以變成最後都要走這個 邊邊路喔 對 風險比較大啦 是 浪費了一個機會 本來有機會可以拿到局點 現在反倒形成9比9平手 都喜歡走數到行啊 這四川就不好走啊 是 哇 真的發的不好 馬上讓伊藤美城掌握到了攻勢 好球喔 這個時候伊藤也 改變發覺策略喔 發了一個強的 我們看這一次 十川的回擊 拍面 已經沒有辦法做到最好的角度 十比9 伊藤美城反倒先拿到局點 哇 哇 瀡希顏 此存家純這時候好好謝謝王子 哇 是 這個來的很關鍵喔 是 在面臨局點的情況下 靠著幸運球是頒強的平手10比10 在第一局就要進入到Deuce 放場好球 這球主動側身攻擊 預測到Eton回球的線路喔 這球左手大膽的側身喔 因為這個閃身也讓他的左手來到了比較有足夠的空間來做完整的動作 7比10 車身這個攻擊性殺傷力還是大喔 是 石川家純的自身武器之一就是他的正手拍 這球有點過快了 也許兩次自己的失誤 石川家純有點 因為那個Luckyball之後 反而勝利女神先站到了他這一邊 再看一次 Eton美成自己也有點氣啦 沒錯 所以在進入到Deuce之後 石川家純身邊拿了兩分 反而是3比11 先取得了12比10 先取得了第一局 取得1比0先 先稍微休息一下 歡迎回到2017ITTF的保加利亞公開賽的決賽夜喔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女子單打的冠軍戰 那是日本內戰 由畫面上方的Eton美成 對上的是畫面下方的石川家純 哇 在第一局 就殺到了Deuce 第一局也是靠著 這個石川也是靠著 其實一個幸運球 扭轉的這個局勢喔 不過Eton美成在整個進攻上面來講 還是比較主動一點 大膽的用顆粒反手起板喔 剛剛石川其實多戳了一個喔 把自己滿好的機會喔 又給讓了回去 不然其實剛剛 反手可以大膽的上手了 好球 哇還打得兇喔 Eton 剛剛就是這樣講喔 跟前面講的一樣 他如果這個 反手的 呃 速度如果打出來 去壓制住石川 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對 不過石川 這一球太相信自己的正手拍了 嗯 大家如果有試著要去測勝的話 中間 或許可以拉 離得出來 哇好球 不過這個球 石川打得聰明 正反手的結合 對 讓路線上面來講也比較多變 對 所以Eton美成這一次的回擊 出界 轉發2比2平手 高拋 好球 這個球石川掌握到半出台 因為高拋的發球就是 風險比較高 呃 容易形成出台喔 就不好控制 對 畢竟這個 高拋下來整個 球的 重力加速度 會比較難掌握 比起低拋來說 容易出台的機會還是多 因為出台如果用白話文來講 就是比較容易讓對方上手 對 你的這個高度已經 來到最適合匯級的高度 對 讓對手好進攻喔 是 不過Eton美成也是試著想要來改變一下 這個tempo 這個節奏 4比2 石川家純的發球 其實發球就起手 對也是一樣喔 這個球也是發出台了 不過因為雙方真的算是瞭解對方 所以我們看石川家純他在回擊的路線上面來講 如果今天來到了要進行重複路線的時候 相對來講他比較不會走 台內 他幾乎都走兩邊的側邊 大腳啦 等於是會壓開一點點 兩大腳的掉動 哇這個球 Eton 動作跑掉了 被擠壓到 在第二局一開始 前面Eton美成自己丟掉了5分裡面喔 有3分來自於他的正手回擊的失誤 所以這也換句話說 是不是也代表 這個石川家純在調動的策略上面來講是成功 是成功的 再過正手 石川家純的反手過度喔 讓他的正手真的是逮到機會 就可以發揮到一個效果 用旋轉控制這個顆粒喔 還是效果比較好 是 因為 一般來說這個顆粒如果被拉住的話 很難在 很難在有效的 做很強勢的反攻 比較難 因為被拉住了那整個 防守回去 沒辦法再做什麼太大的加油 除非是 對 基本上是丟了主動拳 這一個主動拳一丟阿 就讓Eton美成阿 丟到了現在3比7落後4分阿 哇 哇好球 石川 真的是打順了什麼都來了 整個節奏在石川的手上 這球主動的發長球 第一個就牽制對手喔 相當的有信心 這球有點拼了啦 裹得太兇了 其實可以再晚個0.5拍 或許他的角度會更理想一點 有幾球點了 太急著了 哇 這球發球 發得好 有騙到 嗯 石川這個球有點大意喔 是 4比9 好一陣的時間沒有得分 Eton美成總算是讓分數稍微增加了一下 不過 在第二局的部分 還是被石川加成掌握得比較好 對 靠著反手阿 靠著反手的旋轉 讓Eton有蠻大的麻煩 哇石川加成的句點 二話不多說 在第二局阿 11比4 特別在前面3比3平手之後阿 石川加成其實在反手的保護上面 對 做得很完整阿 也讓他的進攻上面來講成功率也比較高 對 所以在第二局現在11比4拿下之後 是石川加成取得2比0先 歡迎回到這場保駕莉亞公開賽的 女子單打的決賽現場 石川加成在 第二局 非常的兇猛阿 讓這個 伊藤美成 打得有點招架不住 當然因為雙方的熟悉度真的也夠 不過 在防守嚴密上面來講 石川加成確實在第二局展現到 接近滴水不漏 對 因為這個 膠面的關係 可以讓他做比較多旋轉他的變化 是 所以這部分是 比較有力的 那反觀其實伊藤在先天上打法 這反守部分 這是顆粒的 所以 會有一些局限性 沒有辦法做出太多旋轉變化 那 當然石川就是 不囉嗦 就是利用 比賽就是這樣子 我利用我自己的優點 去打你的缺點 就是我能得分 我就是 一 不斷的得分 這就是比賽 這是戰術 所以 呃 石川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 不斷的在利用這個點 去得一些分 不過這個球有點 應該是有點擦邊 對 這個待會應該是 會修正 嗯 又是想要利用 反守 不過 就剛剛雙方互相適宜的情況 好像是 對應該是 應該是3比 對不對 應該是3比1 對 不過 比特美城 現在要想辦法找回自己的 鎮守的 習慣的那個 進攻的方式 對 如果他還是 配合著石川家純 來做反守的對拉 或相持 其實 現在優勢是看不出來 對 已經在第三局 一開始陷入0比5的落後了 好球 哇石川掌握了整個 伊藤回球的 不管限度也好 或是質量也好 其實現在都是石川掌握住 是 對我們剛剛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在主審的牌子這邊是 Etherman城是有一分的 對 可能電子的部分 還沒有顯示過來 對 這個球 應該是插邊的下面 換了一個拉球 對 這個連現場的 這波人們他們也對現在的比數 對 感到困惑 因為 電子計分系統 和 這個主審的 實際的翻牌的不一樣 對 好 對 這才是目前應該的正常的比數 哇 這球相當瀟灑 反手斜線的大腳 這個左手的一個 特色 尤其是對上了這個 個子不高的 伊藤 這個球更是讓他難受 因為這個球 基本上大腳帶出去 伊藤 夠不著 他的防守範圍不到 對 可能要ACOM或者是 PORTAB才有機會 對 要這個 哇這個球 哇 這個球可惜 哇雖然 有一點 觸到網子 但自己沒把握住 其實 池川這球回的有點隨性 對 這球就球 這球基本上我就是先就近了 我也沒辦法做 太高質量的處理 我就先就近了 這球是 伊藤自己沒把握上 感覺那個 隨便放一個拆刀 一個板子在那邊 他也會彈回去 不過今天 伊藤沒成 其實從雙打比賽就看得出來 他的 他的 失誤率比較高 對 哇又來了 他今天同樣 這個 右手的挑球 這個眼殺 沒有辦法 幫到他的忙 對 今天 威師傅多 9比3 史川家純 同樣又在第三局的中段之後 把比數給拉開 高拋 哇好球 哇這球 防守的 防守的角度 剛好貼過去 給了一些旋轉 所以 所以球是向左側 再拐出去 再旋出去 不要以為女孩子的力道很小 你看這個球的 飛行的軌跡 那個旋轉的程度 很強的 哇這個球 只算自己 也 還沒有到怒 但是已經開始 有點影響 對受到影響 這個球 反守還是想帶是正確的 只是角度上面 沒有修正好 好球 我要趕快叫暫停了 哇這一個 伊可美城 即時的復活 在這個接發球之後的 變現的思考 確實 也讓他曾經在這一局 差點要被海放的情況下 3比9落後 他又重新回到比賽場上了 連得三分 這時候史川相當聰明 先喊暫停 對 但是 過去我們一直都在討論史川家 在喊暫停的時間點 實際好像都並不是太好 沒喊好像 對 止不住血啊 他現在其實是2比0領先 對對對 說實在 這個時間點喊暫停 當然他想要確保說 這個 要讓自己冷靜一下 對 而且第三局先拿下 這是 比局數上很大的優勢 是 對 只要確保這局拿下 是他這個暫停最大的意義 是個關鍵點 那因為在市井賽也好 中國公開賽也罷 這個 石川將成的暫停 喊的效果都不好 最後都讓他兵敗如山倒 但因為現在情況比較不一樣 只是說 很多人其實常常都會在討論說 這個暫停 timing到底怎麼樣 對 不過因為我們球評黃瑋靖的 治理名言叫做 永遠都是領先的人喊暫停 對 看看會不會今天可以實現 對 領先 心理作用啦 心理作用 真的有時候 尤其是在這種沒有我教練 在場邊的狀況下 對 所以自己喊自己 自己掌握場上的節奏啦 就比起連丟四分了喔 哎呀有槍死 還有 哇 總算拿下 不過這個球 一堆沒成績 還是有機會可以 再 救回來的啦 雖然 已經難掩頹勢了 不過這個球第一個已經救得不錯了 是 其實大家不要看石川家純 看起來冷冷的 像冰山美人 其實他 據了解啊 當然我也曾經採訪過他兩次了 據了解 大家對他的 感覺都是 他其實是個比較 冷漠一些 脾氣比較 冷顯的人啊 嗯 如果 那就 跟他的外型相較起來來講 是稍微不太一樣的 是 不過好在這個暫停 看起來在球評所說的 預測情況下 對石川家純是有用的 是 所以暫停過後 是收下了第三局 現在石川家純 在金牌 女單的金牌戰當中 現在取得3比0的絕對領先了 這場精采的女子單打的金牌戰喔 我們看到石川家純和同胞好手 伊特美神喔 現在打完前三局喔 已經是形成3比0 這個學妹現在頭有點痛 對 被學姐完全在這個旋轉上都被控制住喔 而且感覺起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解決之道 因為畢竟這個 這個石川在反手的這個環節上面喔 在旋轉 或者是 在這個弱點上面都處理的 比伊藤來說打得更精準 也更有殺傷力一些喔 那先天上其實 在膠面上面就有一些優勢 嗯 又是正手了 伊藤 看起來 今天石川狀況越來越好囉 好球 積極的一個發球強攻 感覺 伊特美神已經放棄了 對 感覺因為打不透啊 簡單來說就是打不透 石川了 對 防守上面有辦法突破石川家純的防守喔 所以他幾乎都起大板 對 那有時候風險比較高 像這種 你想要打得胸就容易失誤 那你不打得胸 你又沒有辦法擺脫石川的正反 兩面的虎拳球喔 是 所以這個時候 真的是沒辦法 只能喊一個 趕快喊一個暫停了 4比0 其實這個 開得不是太好 當然球路上面被預測就是可以理解 對 因為石川家純畢竟是經驗比他 省似的 很多 特別是在剛剛雙打的過程裡面 其實 剛剛的雙打過程也是石川家純 觀察對手的一種方式 哈哈哈哈 大概已經知道我今天搭檔 今天的狀況是 對 這個也會 也會透過這個雙打的過程 來了解一下自己的隊友 那當然在稍早的雙打比賽當中 伊藤美神確實實物的比例高 而且掌握度也不好 沒錯 4比0 看看 伊藤在搏殺球這邊 能不能再拼到一些分數 我 石川也是有備而來 知道說 這個時候對手 一定會拼搏比較兇 會用一些比較不正規的打法 像這個 就打得比較隨意 那往往 只要不要被這個節奏牽著走 基本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怕這個時候 走神 晃神 這個時候產生 就 要特別注意 控制住一兩分 頂住一兩分差不多就過了 那只要不要讓這個 伊藤順手球 或者是這種拼搏球 再多得幾個分數 比賽拉 比數拉近 基本上都 會沒有問題 對 看到伊藤美神現在是想要加快速度 對 然後 這節奏上去擾亂對手 他現在就只能做這個掙扎 不管怎麼樣 這兇 就打 壓 就利用這種方式去破壞石川原有的節奏 這個時候只要 其實 以往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 把打球的節奏 擊球的節奏 或旋轉 再調慢一點 或者是 弧線再加高一點 讓對手去無謂失誤 差不多撐過一兩球 對手也會沒氣 我還以為 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暫停還能多好 沒了 哈哈哈哈 兩個人都用完了 桌球規則就是一人只有一次而已 多了也沒有 當然現在對石川佳淳來講就是 首為上側 在減少自己失誤的同時 也要來增加對手的失誤 對 在美城想要來靠著角度的調動 這個是直接調出了台外 對 這個時候現在 看起來是整個 整個 整個 已經 狀態不在了 是 出現了這個比較少見的 發球失誤 發球失誤 8比2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看現在 伊藤每個球出手 就是兇 已經 沒有在調節了 想辦法就逼你 逼對手的失誤 他這個等於是放 拼博式打法 放棄的在跟你打 半放棄了 拼到一個是一個 對 拼到是賺到 他就看領先的人心態頂不頂得住 是 石川佳純的發球觸網 重發 3比8 8比3 石川佳純今年的公開賽的冠軍荒 有可能 在這一戰 一次可以 截出 兩個 哎呀 緊張 一點點 9比3 畢竟這個 反手顆粒 能夠做的事情 不像平面的變化來的這麼多 是 插邊 因為相對來講 有了顆粒之後 你的阻力也就增加了 對 那你想要的增加的旋轉度也就減少 對 9比4 對這個時候其實石川佳純特別注意 嗯 沒問題 在反手傷持的部分石川佳純的保護度還是高了一點 嗯 整個注意力還是有有注意 是 這時候來到了冠軍點 石川佳純 出往重發 真的是靜香情雀 哈哈哈哈 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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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日本的目前兩大高手 今天在同樣的比賽當中都出現了 很少見的發球的 失誤喔 對 還有一分喔 看能不能拿下來 嗯 沒有問題 強攻當然就會 盲中會有錯 所以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那伊藤美成喔 第四局喔 基本上是已經 放棄式的打法 嗯 就是希望能夠 靠著蠻幹 來 對 擾亂石川佳純的節奏 但是 江真的是擾得辣 是 雖然只差了幾歲 不過 對於石川佳純來講喔 今天他應該在保加利亞可以睡得很好 單雙打 兩面金牌在手 在 特別在第四局喔 真的是秋風扫落葉 雖然自己也出現了一點狀況 但最終 還是以4比0 打敗了自己的同胞好手伊藤美成 也摘下了 呃 2017保加利亞公開賽 女子單打的金牌 我們要恭喜石川佳純 那也請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 我們要送上的是最終的 男單金牌戰